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填满黑白的颜色 撕裂草的传说 曾为了它着墨 幻想着白马车 你就成了王子 Oh 解脱 你眼神太迷惑 I'ma 快救救我 正在变成飞蛾 在扑火 你的小手 正在跳舞 我是不是你在找的幸福 Oh Yeah 我的小鹿 正在迷路 拿着你的手 幸福倒数 我不要自主的 有一点点小脆弱 我不要自主的 有一点点小难过 天空以为你瞭着 天空为你追悔了 你是天使 带走所有的寂寞 员姐 天空 行吗 我看看 可以吗 职业中 一定要投入这性感 性感中又不是清 персон可爱 我觉得不错 是吗 对了 来 这样不行吧 这样会不会太贵重 太正式了 我昨天去看啊 他们穿得都非常的随意 职场法则第一条 新人第一天上班 不能输 有道理 来 但是这个包还是还给你吧 还给你 燕姐 我要迟到了 我就先走了 你看我这布袋子就挺好的 姜小娘 几点了几点了几点了 身为助理 你怎么能来得比老板还晚呢 对不起 王总 我路上出了点状况 这是带给大家的礼物 谢谢 谢谢 老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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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啊 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 是自由 放松 随性 就像你这个桌 这衣服穿得太正式了 我想说第一天上班 不能输 所以就 精神可嘉 行了 去找顾总你吧 老板在哪儿啊 我先去见叔叔阿姨 在过去也来得及 毕竟我和他们熟悉 方便一些 没想到他们直接联系了你 给你添麻烦了 哪里的话 他们年纪也大了 需要有熟悉的人照顾一下 进来吧 你怎么来了 苏小姐好 是我让她来的 从今天开始 江晓宁就是我的司机兼助理 可是你昨天不是说 你先去找吧 恭喜你啊 江晓宁 以后好好表现 谢谢苏小姐 以后叫我曼玲姐就好 好的 曼玲姐 那我先走了 顾先生 不 老板 你跟其他人一样 叫我顾总就可以了 好的 顾总 您昨天不是还拒绝我了吗 怎么还 不愿意来的话 现在走也来得及 愿意愿意 非常愿意 那我都要做些什么呢 名义上你是我的助理 但我任何的事情都不用管 实际工作就是开开车 其余的时间待在公司就行 至于你要学什么 顾总 再不影响其他人工作的前提下 你随意安排 好的 顾总 先跟我整理一下资料 然后去对达村开会 好的 顾总 减速带 小心脚下 顾总 您车在哪儿 那辆 上车啊 上车啊 摁一下 咱俩 顾总 那我们出发 好 怎么没动进啊 顾总 车坏了 这是电动的 挂一下挡就可以走了 好的 顾总 好好开车啊 往前看 红堂 顾总 我没有想要偷看啊 我就是想学习一下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 这么高级的项目 这样吧 一会儿的会议你也参加 真的吗 别说话就行了 谢谢顾总 小苏来了 叔叔阿姨好 你好 你好 来 阿姨 把东西给我吧 谢谢啊 每次都麻烦你 不用跟我客气 顾总呢 今天正好有非常重要的会议 实在没有时间 所以让我过来了 真的是这样吗 什么真的假的 这种话你就听一听就得了 他连你的电话都不接 你还真的以为他会来接你 叔叔 这我真得替顾总申冤了 他特意叮嘱我来接你们 酒店也是他亲自提前给你们定好的 你看 我说儿子还是惦记我们的吧 等忙完这两天 签完合同就好了 来 叔叔阿姨 我们走吧 走 你好 穿工作室 稍等 我帮您查一下 谢谢 顾总 一会儿需要我做什么吗 听着 您说 说什么 您不是让我听着吗 我让你好好听着 别说话 好 先生 您好 一号会议室 这边请 好 谢谢 谢谢 女司机 顾总 这位也是你们公司的 我想起来了 我们之前见过 大白天你是怎么婚进来的 我们这儿可不需要代价 出去 她是我的助理 今天刚刚入职 刚刚入职 巧合 还是之前设计好的 一会儿是代价司机转眼 就变成了公司员工 顾总不会是设计公司 设计得很巧妙 何总 真不是这样 我可以慢慢给你解释 就算你是她助理 我信了 那么说说那天晚上 她说自己是代价司机 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故意设局算计我 顾总 这就是贵公司 和我们合作的诚意吗 那天我是代价 今天才刚入职公司 就因为那天晚上的事 立了功所以入职公司 都说川工作是非常专业 一个代价司机都能混进来 做首席设计师的贴身助理 滑稽到无可救药 看来这个项目我们不能信任 顾总 要不然我去车上等您吧 不用 你还要做会议记录呢 一个代价都会做会议记录了 还不是个局 何生 秦总 顾川你好 终于见到您了 你好 秦总 走 开始吧 好 请 我们开始吧 很期待你们的作品 我也很期待 秦总 方黛和顾总聊了一下 才知道顾总的助理之前是 代价司机 今天刚刚入职 所以我觉得像顾总 这么包罗万象的公司 他们设计出来的方案 一定会有所不同 何总说得没错 我们的确是一个 暴露万象的公司 我们工作室 欢迎每一个追求梦想的人加入 只要他人品没问题 我们都可以接受 秦总 您之所以会选择我们的提案 相信对我们的工作室 已经做了一定的调研 我相信秦总 除了看中了我们的设计之外 对我们的工作态度 也同样地认可 那是当然 爱上言上 我之前确实看过你们的作品 打听了你们公司的口碑 和你们的设计一样地优秀 这让我很欣赏啊 所以当何总提交了 其他公司的设计方案时 我点灵优先了你们的提案 谢谢秦总的信任 那我现在 就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设计方案的 一个整体思路 我们采用了国内非常罕见的 集装箱式酒店 一道集装箱 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 颜色 形状 或者用途 我们将一个个集装箱 放在山上 在保证隐私的前提下 用户可以在里面 三百六十度 欣赏到不同的风景 在这样一座远离市区的山上 如果这个酒店 可以成为一个 地标式建筑的话 那这个好处 就不用我多说了 我们可以再看一看 这张设计 第一天上班 就能跟顾总参加 这么重要的体验会 才见识到这么棒的设计 姜好年 你开始转运了 你 真的是跟对人了 顾总 你刚刚超厉害 我都看呆了 会议记录都记好了没有 记了 记了 顾总 还有一些 我没听明白 你能再给我解释一下吗 我想整理一下 我没那么多时间 给你解释 对了 你什么时候得罪了何生 就是上次你们去喝酒 曼琳姐喝多了 去洗手间 然后 说重点 重点就是 是 何总想侵犯曼琳姐 但是被我制止了 没有得逞 他不会因为这个 想报复我们 把我们踢出局吧 你想多了 顾总 你刚才在会议上 说了那么多话 渴了吧 我去帮你买瓶水 随便 ados 你等我一下 快点 顾总都说没有时间了 你就别耽误了 快 快 快 alling 快 快 alling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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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í students know 地口 何总 慌什么呀 没有 麻烦你把手机还给我 谢谢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之前就是他们公司的人 是吧 故意害我好事 传统好事好我什么事 没有 真的没有 我刚入职 我都不知道做了什么惹你 不高兴了 我告诉你 句好实话实说啊 你们的提案能不能过 我还是有点话语权的 何总 我们公司的方案真的很好 方案好又怎么样 我可以让它完全变得 不好 您怎么能这样 不是我怎么这样 是你们怎么这样 这个项目这么大利益 大家都是坐在桌子上 分担高吃的人 凭什么你们吃饱了 我饿着呢 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如果是我个人得罪你了 我跟您道歉 千万别影响公司项目 何总 您喝口水消消气 您要吃什么 我请您 前两天晚上你坏了我的好事 既然你说你负责了 也可以 我不管你是戴家 还是顾传的小助理 只要你让我高兴 我就帮你着你吧 何总 怎么样您才能高兴呢 这么纯情啊 我真的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顾总在车上等我 我先走了 他不急我是吧 你 何总 你这是想干什么 图总你来的就是时候 你看看吧 你的女助理拿水泼我 你应该问她想干什么 不是这样的 是何总她要 我要什么 你不会说我要强奸你吗 你刚刚说 说什么 说我开上你这个女助理 什么都不用说了 好 佳明 打电话报警 这儿有监控 无论是谁的问题 一查监控 就知道怎么回事 我手机被她抢走了 你 快 进来 进来 顾总 没必要 我又是找你女助理 聊了带着个设计的事 设计的事 找我聊就行了 不用找我的女员工 好 好 别 道歉 对不起 顾总 不是跟我道歉 跟我的女助理道歉 对不起 姜助理 算了吧 顾总 你没有什么大事 算了吧 什么态度 不不不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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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把事情闹大 算了吧 行 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咱们就公安局见了 好 走 预设 不许 钥匙 过车 把车钥匙给我 我来开吧 老板 您慢点开 千万别超速了 我一直以为您是不会开车 才会找我给您开车的 我只是不经常开车而已 你刚刚为什么不早点大声喊我 我刚刚也被吓到了 以后见到他就大声喊人 第一次先打电话给我 我知道了 谢谢孤独 老板 您别生气了 我一定会记住你的话 以后再遇到他这样的 我就第一时间打给你 然后大声喊人 老板 老板 怎么了 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 我 好不容易找到了梦想中的工作 还遇到了您这么优秀的老板 我今天听您在讲法案的时候 我特别激动 觉得您在闪闪发光 我就在想啊 遇到您 就是我好运气的开始 能在这样的公司上班 就可以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 这不就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吗 那如果因为何生 今天的体验过不了呢 大家付出了那么久的心血 不想因为我毁了 你的意思是说 你怕你凭借一起之力 毁了公司啊 你真的想太多了 你真的想太多了 我刚才一路上都在想啊 我第一天上班 就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我害怕你开除我 我好不容易找到喜欢的工作 我说 其实吧 我从小到大都特别倒霉 很多事情吧 它不怪我 但是大家都怪我 我也就习惯了 不过 说完了吗 说完了 我情绪一激动 就容易话多 说完了 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顾总 您等一下 您等我一下啊 我马上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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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送您的 什么东西啊 礼物 您回家再打开 顾总 祝您健康快乐 顾总 再见 顾总 您就是我的偶像 说完了吗 说完了 真的说完了吗 说完了 说完了 顾总 再见 拜拜 顾总 顾总 您最帅 您就是我的偶像老板 我今天听您在讲法案的时候 我特别激动 觉得您在闪闪发光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帅就是帅 太帅了 牛子 帅就是帅 哥 哥 哥 不是跟我道歉 跟我的女助理道歉 就一个字 就一个字 啥啥啥啥啥啥 咋回事啊 思春呢 诶 得可谬 速度这么差的嘛 好这么快怕我追你啊 想什么呢 小哥哥 酒都开一打了 别让姐姐 想姐姐 去我的局 色郎上 有水有酒 還有我 一起 來 郭總早 早 麥林姐說你口味清淡 所以我特意給你熬了燕麥粥 雖然手藝一般 但是您一定要吃啊 為偶像做早餐 您不吃多上粉絲的心呢 以後不准叫偶像了 我再開廚啊 哦 記住了 帶著早飯您一定要吃啊 不吃對身體不好 行 開車吧 好 你吃過早餐了 你讓教學您做的 哦 對了 您看在這邊有個設計展覽 那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歡她 我還挺喜歡她的 在國外的時候 我跟許承然去看過她的展 嗯 今天她本人會到場 許總給了我兩張票 還想問你約不約幾句 可以啊 把江向靈也叫上 她挺想學習的 那 只有兩張票呢 沒關係 我跟許承然再要一張就是了 不滿 好 好 那我等一下吧 好 訂單的事要不要再討論一下 來我家談談唄 垃圾 哦 魏經理 小燕啊 歐陽總那邊已經通過電話了 訂單的事情呢可以合作 你找個時間約一下 量個具體細節 儘快把它拿下來 好嗎 嗯 好 哦對了 今天晚上下班之後呢 大家準備一起聚個餐吃吃飯 喝喝酒 唱唱歌什麼之類的 你到時候一起來 我這兩天加班特累 所以 我們改天吧 大家都累 所以要放鬆一下嘛 你說你這副樣子 巨人欠禮之外的 多不合適啊 我這個 這個明天客戶就要交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它做完 我就不去了啊 別啊 趙燕 是啊 都已經去吧 都已經去吧 這樣吧 你們今天先玩 下次我請好嗎 我這是給咱們部門賺錢呢 行吧 那你 好好工作 別太辛苦了 他就這樣想你了 垃圾 你一個好東西 真的是給我的啊 嗯 給你的 你不是喜歡學習嗎 這可是好機會啊 我從來沒有看過展覽 我都是在網上看的 沒有看過這種 太幸福了 謝謝 你幸福的點也太低了吧 我們公司福利好著呢 仙女下凡精準扶貧 被我撞個正張 那下班等你 顧總也一起 好的 幫你交給個電話 好 喂你好 是江曉寧嗎 你趕快來一趟醫院 你們家有人住院嗎 還愣著幹嘛呀 快準備茶水啊 客戶一會兒就到了 馬鈴姐 一會兒拿完我想請假 今天工資我可以不要 怎麼了 出什麼急事嗎 家裡有點事 沒事你去吧 我跟秦桑說一聲 不計你的靠近 謝謝 快去吧 好 人的牆就是在什麼地方 那邊 謝謝啊 唐總 不用這麼見外 加班了 哦 我剛出了一點文件 看起來最近很忙 工作上遇到什麼困難了嗎 沒啊 挺好的 你是小寧的閨蜜 有什麼事情 都可以低時間跟我說 謝謝你 我可以的 你的手機響了 小寧 妍姐姑姑出事了 現在在醫院搶鏡 你慢點兒 姑姑怎麼了 她還在搶鏡 不知道情況怎麼樣呢 你別急 在哪個醫院你告訴我 現在馬上過去找你 你別過來了 我打電話給你 是想讓你幫我照看奶奶 她最近總犯糊塗 她自己在家 我不放心 那那你 你一個人能行嗎 我沒事 嗯 你放心啊 姑姑一定沒事的 奶奶交給我 我幫你照顧 有什麼問題 第一時間給我打電話 好 謝謝妍姐 什麼情況 姑姑住院了 我現在要去照顧奶奶 嗯 我先送一行奶奶家 然後去一家找曉寧 嗯 陸總我們走吧 她路上堵車 叫曉寧呢 不知道啊 把票給她之後 就沒見過她 你沒安排她什麼事嗎 沒有啊 嗯 嗯 可能是她不想去 不好意思說 又或者是回家換了件衣服 我們先去吧 給她打電話 醫生 我姑姑她怎麼樣了 沒事了 她是由於腦部撞擊 造成了短暫混迫 但是還不排除 有腦震盪的可能 等我們合資工程檢查出來 才能知道結果 她是怎麼受傷的 這個我太不太清楚了 是路人打的110急救電話 謝謝醫生 沒事啊 喂 曼玲姐 在哪兒呢 顧總 我還在外面 今天可能 不看診了 對不起啊顧總 我 有什麼事比看診還重要 沒什麼 我自己的私事 你一直說的 夢想和目標呢 顧總 您說得對 對不起啊 可能讓您失望了 希望您諒解 家貴家屬 好啊 好 藥費必須得交上了啊 今天 好我知道了 謝謝啊 小小年啊 你在哪兒呢 江小小年 江小年 顧總 曼玲姐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我顧顧出了個小車禍 幸好路人及時送到醫院 好 顧總 對不起啊 我就是覺得自己有點倒霉 這麼好的機會都錯過了 您千萬不要我心裡去啊 人沒事吧 沒什麼事 醫生說只需要住幾天醫院 司馬林 嗯 你去把費用解一下 我讓財務轉給你 好 不用了顧總 我才剛入職 你們能來醫院 我已經很感動了 如果再讓你們幫我 付醫藥費 我連覺都睡不著了 這筆錢是公司借給你的 等一切都好了 你還是要回到工作室 更加努力地工作才行 每個月的工資 都會扣一部分 這個不是公司 給你的特殊待遇 這點錢就不用麻煩你了 小玲 小玲 我把趙燕送過去照顧奶奶了 姑姑怎麼樣了 沒什麼答案 那就好 顧總 這個是我的好朋友唐旭 許哥 這個是我的老闆顧總 謝謝你對小玲的照顧 接下來的事情交給我就好了 小玲 我帶你去交費吧 放心吧小玲 我就是想讓你沒有太多的壓力 等你以後賺錢來再給我 旭哥 我用了你的錢才會有壓力呢 我已經想好了 顧總 我 要還利息嗎 不用啊 這點錢沒必要輸得像是個救世主吧 那旭哥 你想多了 顧總人很好的 我一時半會兒湊不到那麼多錢 可以先跟公司見嗎 當然可以了 我剛剛不是說過了嗎 不過 如果你以後要離開公司的話 必須把這筆錢補齊 補齊之後才能離開公司 那也就是說 顧總也不能輕易開除我了 謝謝顧總 我去給你打欠條 小玲 你何必呢 感覺她在施捨你 江曉寧那邊我已經處理好了 江曉寧那邊我已經處理好了 借條明天交給財務 雖然之前沒有新安利 但是處理起來也不會很麻煩 好 江曉寧也是挺奇怪的 她那個朋友應該挺喜歡她 免費的不要反而跟公司借 嗯 真要從她工資裡扣啊 那不然呢 從你工資裡扣啊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 感覺你對江曉寧好像有些不同 有嗎 之前沒有員工有這樣的先例啊 我只是希望每一個人的家裡 都不要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有人都可以健康快樂 你說得對 我很驚訝 你之前從來不會說這樣的話 就算是錯過了也不會說 這話不是我說的 江曉寧說的 你好像說起她也會說很多話 看展也是你也帶上她了 小川 我在你家門口呢 我今天有新的禮物要送給你 我現在就回去 好 雖然表情很驚愕 但是素質是正常的 說明你對驚嚇已經習慣了 你每次來都這樣 我是真習慣了 我習慣到對你都沒有條件反射了 不管怎麼說 我的一小步就是你的一大步 開門 好 姑姑 醒了 好 姑姑 小寧 姑姑又穿破了 沒事 你說你好不容易賺一點錢 又給我折騰完了 都什麼時候了還說這些呢 你人沒事就好 你嚇死我了 我什麼怕你出什麼事 不要亂動 都是我自己不小心 我就看天氣挺好的 想給奶奶拿腰 我就 我就騎著你那個小天驢就出去了 沒想到那腰突然就不能動了 就穿樹上去了 你趕緊回去看看那車還能修 弄壞了怎麼辦 小寧啊 姑姑是不是飛了 沒有 沒有沒有 我是不是毀容了 是不是嫁不掉了 你沒有毀容也可以嫁掉 都傷成什麼樣了 還說讓我難受的話 還說讓我難受的話 你就好好休息 好好養病 什麼都不要想 什麼都沒有你跟奶奶重要 知道嗎 感覺怎麼樣了 好了好了 什麼都不要想 任何事情都有我呢 這次更新的內容是什麼啊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我什麼時候才能做回一個正常人 我不是正在努力嗎 你要對我有信 你剛才說什麼 怎麼了 你平時問我都是問我 你什麼時候死 可是剛才你問我 你問我 你什麼時候能夠變為一個正常人 有嗎 我就隨口問問 就是隨口一問 那代表著你的心聲自然流露啊 也許吧 你看看 你看看你自己都承認了 小川啊 是不是我的努力感動了你啊 博士啊 你想做吧 你告訴我 你最近是不是認識了什麼人呢 認識了什麼人 就認識了一個 員工 是不是這個新認識的員工 改變了你 他是個女的 啊 你的 你對他有感覺 他改變了你 博士啊 我發現你真的跑題了 我有的時候真懷疑 我把命交到你手上 我到底圖什麼 還有啊 你這個博士文篇是不是買的 請你不要懷疑我的專業性 我在這一行當裡 我也是全威 別人做心的 做得穩定的 沒有我做得漂亮 做得漂亮的 沒有我做得穩定 你看看 你看看這個新設計 我特意為你模擬了 心跳頻率圖標 怎麼樣 漂亮嗎 你大老遠跑過來 就是為了給我加這個啊 不止 這次升級 可以讓你的心臟 充電速度更快 我還帶來了充電發聲器 在你出差的時候 可以為你解決 臨時充電的困擾 我是不是很貼心呢 貼心 努力 努力 加油 為什麼 練習 研修 感覺 很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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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